2013年InDesign因为设计新锐大赛 经过两个月的校园海选 我们走访了台湾巴索大学的设计学院 最后有63位参赛者前来台北参加初赛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在烘烘调理的Whiskey Gallery 以时尚派对的形式举行 而参赛者也各自带着自己的服装设计图来审稿 希望能争取进入决赛 获得冠军10万元的奖学金 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个比赛 就能够共襄胜举 一起为台湾的设计时尚能够贡献一份力量 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蛮开心的因为感觉来这边可以大开眼界 原来台湾还有很多为设计努力的人 就是蛮感动的 其实还蛮紧张的 就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时尚比赛 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其他学校的同学 然后就是很期待待会儿可以跟他们有一些交流 对小豪老师对时尚的道行受感染 所以我们想为时尚经典心理 听到接到电话的时候 说我们三个有入围的时候就很开心 所以蛮期待做出这次的作品 然后跟星位设计师一起比较一下 六雄老师今天真的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来到了终于是要进行到这个复赛的日子 是的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全部这个八所大专院校 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社会人士的好同学好朋友们 一共有六十四组一起来参加 那我也去了这个八所大学 分别选出了这么多的同学 大家呢角逐在一个平台上面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常常私底下在聊说 很希望将来台湾的设计师呢 能够走出国际 然后让所有的世界的人都看到 我们台湾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特别今天非常感谢这个Home Hotel呢 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很棒 很时尚氛围的一个地方 这个比赛呢 也要非常感谢很多的这个单位 也谢谢InDesign 因为设计呢 他们提供了这个十万块的这个奖学金 不但有机会得到奖学金 十万元呢 还有可能得到这个时尚概念店提供给你的手表啦 或者是等值的商品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最重要的是有机会成为一位新锐的设计师 很快的就有机会把你的服装成品呢 上面都会打上你的名字 在市场上贩售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争取把握机会 你新蓉的作品呢 小红老师觉得 因为你用了所谓的大树的生命力 去做了一些诠释对不对 所以呢你可能在这个意象上面 是可以把它做一些发挥 所以你可能要研究一下 怎么样能够凸显出你的设计 那这个皮革的雕刻里面呢 怎么样的把这个手工 跟我们真正人体的这个身形曲线呢 掌握的比例很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王世伦在这个衣服的颜色跟布料选用上面 怎么样能够让它的质感 跟它的这个鲜艳度 能够做一个几何拼接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那另外提醒世伦哦 今年很流行这个对比的色彩 然后大的色块 但怎么样利用这个色块的铺陈呢 比方说让女性的身体还是显瘦 还看起来比较苗条身形更好 其实它是一个技巧 在这个上半身 你想要故意让它比较裸露 所以你里面其实做了一个内搭 如果完全里面只是一个内搭 就会觉得说它比较像一个罩山 针织作品可以再稍微多一点 我看到这个其实觉得真的蛮可爱的 中间等于是有一个若隐若现的穿透 那个部分呢我觉得很漂亮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 女生的这个人体工学上 可能要特别考量一下 镂空的位置呢 是选在最危险的位置 你们是选在这个肚子的位置 那如果是这样的位置呢 我可以保证几乎女生不会买 黑白点点跟条纹 是今年非常流行的主轴 所以你如何把这个流行的元素 发挥到你的春夏服装当中 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理念 我觉得你把点点放的位置都很对很好 然后甚至是你在这个人体的工学上面 你有去看到一些比方说 机能性的拉链 拉起来的时候变成立体的轮廓 然后拉开来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些东西你都掌握得很好 把你的理念再做得更有时尚感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重点 孙宁银同学呢 做的是非常的东方style 如何在这个礼服当中 你能够考虑到说 穿着人数可以再宽广一点 可能会就更好些 我觉得起跑里面可以再修饰一下 因为我看了你的设计图 比较多的感觉是 会让我们马上联想到古装 但是因为你的市场毕竟是 现代的大众市场 你怎么样截取我们东方固有的东西 可是符合现代 那是一个设计师要挑战的部分 潘彦珍同学一看到 我觉得就像国际精品 因为是春夏装 所以春夏装的话 其实那个腰风看起来有疼的感觉 还蛮清爽的 但是那个料子最好不要用太厚 那它的市场性 在春夏的时候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服装的整体设计感上面 稍微再多一点点现代化的东西会更好 加持你的设计感 在人体的比例上掌握 还要再精准一点点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的本身理念是觉得 台湾是个华丽的空壳 其实你不妨在你的服装本身 在华丽的外表下 增加一些机能性和想法 而不是只是在做一个外表的设计 那也许更符合你本身的设计 你的这件作品是非常的东方 你第三件的这个设计 我自己看起来是还蛮活泼蛮可爱的 第二件的部分 其实可能在东装上面 会可能比较适合 这三件你都是以黑色为主舟 那黑色其实是很安全的 在市场性的挑战上面 可是黄色也好 或你用的这个红色也好 我觉得它反而在春夏的时候 可以再大胆一点 老师记得你那时候呢 蓝色的服装当中 有白色的尼龙神流苏 可是我那时候说 弄不好会变得像拖把 你怎么样调和这个可爱的感觉 不要让它面积太大 所以你把这个地方 在细节上面做一点点调整 我觉得会更好 尼泉你用斑马纹的对比 其实还蛮有创意的 但是怎么样去掌握好印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 第一件的作品 应该很多女生也是会蛮喜欢的 而且今年也很流行 很多圆点点 那你这个圆点呢 用颜色不同的比例 去做了一种混搭 一份第二件 有点点穿透 因为你用了一层薄纱 让它的那个长短度不太相同 我觉得还蛮时尚的 比较要提醒你的就是 你在圆点点的选择上面 你是用毛线绣上去的 那毛线本身它的重量感 跟你里面的布料的布性呢 它互相之间拉扯 会不会让服装变形 这是一个考虑的元素 谢谢佑琼老师 千万不要再用毛线绣 在整个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就像佑琼老师 刚刚也跟我提到 就是觉得是很大气的Cutting 但是呢 在这个面料上面的一些装饰 我觉得稍微复杂了一点 怎么样让它的复杂度 看起来大方典雅 这个Cutting 可能还是保存着 你原来的一个幅度 跟一种线条的话 怎么样取其折中 可能是要好好考量一下 一个好的作品啊 一定会有主角跟配角 你什么都想用的时候 就会什么都用的不好 在这个表面的设计感上面 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个重点就好 你现在的这种绘画的方式呢 也是用礼服方法来呈现 最后一件的话 是属于比较短的Cocktail Dress 在这个实穿性或者是接受度上面 效果更好 前面的胸型跟这个领形的部分 蛮有特色的 只是我不晓得你这样的这个 两边不对称的这个做法 会不会遇到困难 我从你的这个剪裁上面看到一些 很重视这种服装的流动感 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 第三件我会想到 比较魔幻一点 嘉年化一点 然后有一种 很像魔术师啊 这种舞台的结合感 所以它在某一些场合上面 如果做得好 其他会被看到的 加油 有写到这个所谓的 透敷网纱跟布料拼接 或者是运动风抽绳的一个设计 你可以运用这两个元素 可能就够了 过多与不及 OK 都非常的不适合 最重要的是 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 我喜欢你的概念 就是80年复古的运动风 因为刚好就是今年 表示你很认真在做功课 我很喜欢你用的一些 什么安全带的想法啦 网纱啦 或者是弹性布料这些概念 但是呢 如果这三套比起来 你想想看 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他可能对中间那一套最有兴趣 因为那一套看起来最年轻 其他两套的话 也有它的市场性 可是它跟运动风的距离 好像大了一点点 平常的在主客之间的 拿捏 拿捏得很好 就是透明 半透明 不透明的东西去掌控啊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less is more 是没有错的 可是我比较担心的一样 就是市场性的问题 因为你的镂空的地方 包括半透明的地方 都是女生一定要很好身材 你前面的那个穿着非常难穿 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卫措施 我觉得你可以再从这边稍微思考一下 比较符合市场性要怎么样改 哪些地方 但是一样 承袭你本身想要的理念 我用很多的波浪的设计 我觉得其实第一套作品 也还蛮落落大方的 你的波浪 如果你在上面的这个上衣的部分 已经用了这么大量的这个波浪的时候 我建议在裤装的部分 荷叶边就可以收敛一点点 洪欣瑜同学呢 我会觉得其实在第一套的服装 在颜色的设计上面 跟它的这个穿搭性 我觉得其实还蛮符合现在很多女生 她喜欢的一种穿着 对 它的设计图也很有意思哦 做一些拼接几何的概念 那确实就很像到了美术馆 去看一个很不错的作品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颜色调节的好 然后细节掌握的好 我相信它是蛮不错的 是觉得呢 你现在非常想要穿搭五彩缤纷 也要把很多的颜色做一个整合 但是呢 真的太多了 本来缤纷亮丽是好的 但如果变成眼花缭乱 就反而没有一个重点了 对 因为我们画西洋画它是一种画法 那画东方的水墨画又是另外一种画法 所以你把这种比较西方的色块偏接 跟刺绣搭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有点危险 所以建议你选择一个就好 除了八所学校的同学之外 我们也开放社会组的参赛者 今天来参加初赛的参赛者们 各个有备而来 而时尚CEO温小红老师 于李又群老师 也特别给予参赛者 很多在服装设计上面的建议 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将有更精彩的作品敬请期待